先战一把目前S2的毛女 心理佣兵毛女圆丁面对的是红夫人 好阵容 这个阵容红夫人很讨厌的 因为这个毛女她首先在大方 她有高低差 红夫人镜子不好台 然后这边你要去抓心理抓圆丁 现在一个有盾一个三刀 过来找毛女 毛女这边的话飞轮加双坛 这个地图红夫人抬镜子 很吃红夫人镜子的一个熟练度的 敲一张压进步 这波压进步 红夫人会不会找不到啊 蹲 这波压进步蹲完以后人没了 学会了没有兄弟们 不管你是打监管者的 还是打求生者的 这套操作学会了吗 学会了弹幕 口可依 这一刀打在了园丁的盾上面 挺难受的 就红夫人打这个阵容 她抓不到毛女就很难受很难受 就直接躲过 然后开始爽修 红夫人这边已经回不了头了 红夫人这边的话呢 要赶紧交闪 这是个风窗红夫人啊 红夫人带风窗 倒是真不常见啊 交闪吧 闪现一刀 然后带台镜 这边看园丁 园丁能不能蓄出这个盾 顶掉这个镜子 卡顿 好回头 这边 这波 等盾破 红夫人这刀 如果打 园丁有个飞轮 打中呢 红夫人还能保平 打不中 我感觉这个局 都有可能奔着四人开门战去了 园丁现在手里面还有一个飞轮啊 这个飞轮就有可能再躲你一波镜子 抬镜 压 然后看飞轮 漂亮 拉开 你切过来 你切过来 哎 倒地 整个击倒节奏 我们可以看到总量已经修了三代击 然后这边 心理学啊 新的机子 盲女新的机子都已经在修 傭兵这边的话甚至还带着户币跑过来 配合的很好啊 这波换道具 但凡给到位 这傭兵关键他这个道具还是一根针 哎 哎 你的户币不给了 他是觉得自己被通缉了 还是保自己的血线 不吃双刀 其实这波的话 我觉得吃双刀 把这道具给上都可以啊 嗯 不吃双刀也行 不是 不是双刀好像更好一点 更稳一点 因为他并不是特别需要这个园丁能够溜起来的 并不是特别需要 红夫人这边的话要追双刀啊 要不然这心理 移情一波给这傭兵 傭兵又是个满血 又是一条好汉 而且红夫人是没有底牌的 打一刀 开门战 甚至这园丁还有一手飞轮 而且这个开门战是在大房附近的一个开门战 这园丁待会儿飞轮躲掉蓄个盾 操纵空间满满荡荡 这椅子还被踹了 没给移情吗 是让盲女就不太合适吧 通缉到了心里 傭兵不来救人吗 其实这波移情催满了 这波为什么不给移情啊 猫女去救人 猫女没有大心脏的 这里傭兵跟心里学校一起起机子 无所谓的 这个需不 并不是特别需要去一起修机子 要的是保证这个傭兵满血 修下来 一刀密码机起了 反手抬毛女 毛女这边有飞轮 来镜头给的 走位 飞轮 好扭开 拉 闪现一刀 抬走这个毛女 傭兵这边似乎是想把这个道具 给园丁用自己扎针 通缉到了心里 园丁是个挂飞 傭兵这根针扎满捡起道具 他这个道具只是单纯的把这个状态补了 然后压这边的毛女 这样的话 园丁开门 你敢抬镜子去毛女 我就敢那边救人 你敢抬镜子去找园丁 我就敢那边救人 园丁起盾 这局园丁是真给力啊 因为你这边击倒了这个园丁 你得过去挂他吧 你过去挂他 我傭兵就过来救人 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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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傭兵去了 回头 好 这波回头有机会吗 回头打傭兵 这傭兵也处理不掉啊 园丁那边的话门开了 快走 最终毛女被留下了 抬镜子 园丁有飞轮的 来一局求生者 这边的一个 相对来说非常优秀的操作啊 毛女前期的操作 加园丁中期的操作 直接是打出了一个 极大的优势